答應這件事的時候 身體還好好的 結果後來就身體就出了好病 剛才他有時候還沒復原 所以沒有力氣 沒有力氣也好一點 我會罵自己 我會罵自己 沒有力氣大概也就沒有力氣罵了 也好一點 不過我想 我稍微介紹我自己 我最近在國內 現在叫台北大學 以前叫中心大學 我是都市地外研究所畢業 畢業以後就入了經建會 我在經建會 我常常講史公務之年 我當過史公務之年 當了企業 那當了企業以後覺得好像學的東西太少了 所以我就到美國去練老師學位 那我是到那個在一個會場 在伯萊達德那個 那我拿的是去科學的這個老師學位 那我在經建會離開的時候 我就是負責寫那個台灣的國底計畫報告 那個時候叫做台灣地區中的台灣計畫 那原先就有好幾個版本 有所謂的第一稿 第二稿 那那個第三稿 是我位子 那時候是個小國 小蘿蔔圖 不過這個張處長 張處前處長 然後請他回局 他說要我固責把它整合 所以那本 後來後來當一個原稿 我把大家團隊的工作 但是是一手一笔之間整合到最後 所以我對台灣的國土我要講這段是說 因為以前我就是負責 給那個國土計畫 那後來我就到美國面書 後來就交給那個劉一山 劉一山現在在當監察委員 他以前分有同學 他研究所是分有同學 那他後來就在經建會 有當過副主委 那後來當過行政醫院 民事長或務務事長 然後搞不清楚了 現在在當監察委員 那後來我離開以後 他就完成了行政程序 那就在民國68年 1978年 我們有一個台灣整個國土為萬的計畫 我們叫做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那為什麼叫台灣地區 這個故事也蠻長的 不過現在又開始 又有人在講台灣地區 因為中間有一段時間說 不可以講台灣地區 就好像是這個整個 這個中華主義共和國連的台灣地區 不過最近大家又在談了 好像現在不忌諱了 所以後來就說不叫台灣地區 第二版就叫做國土中俄化展計畫 待會再做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主要要提到的是說 因為我一開始離開學校就參與這個計畫 所以我對台灣這段國土 是真的有比別人更深的感情 那如果說台灣走透透 我想不是宋主義 搞不好就是我 因為我那時候年輕人說台灣走透透 連那個狗顧問帶領我們這座 那時候還沒有不識別的狗 那我說不說連那個狗顧問呢 還有一些外籍的人來訪問的一些顧問 那真的是台灣走透透 所以不事宋主義 我感受一定更早走透透 所以不管高山 不管海 我每個地方經過走片 甚至走到高空拍照 我還被下流飛機被抓走 你被全無手條等等 什麼事情我經過 不要把我 我們後來有一個德國顧問 他的相機也是 對的陸地照的是跳堡 他那個叫鏡頭是反的 那時候就有了 那我們平常的指向台灣 在林口上空也被擺到一次 那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喜愛這台土地 那今天看到這個土地 這樣被践塌 被壓榨 被這樣壓榨 那這樣子 我們真的覺得心裡非常的痛心 所以各位如果對我的過去了解 想要了解 不是學術上的 學術上的我想你們沒有興趣 你們有做的都 早期在中醫院就能夠做中醫院 所以大概也沒有 不會有興趣 全部都數學沒有興趣 所以你如果要了解 我們就打我的名字 打我的名字 然後從Google進去 你會找到我的部落的 你可以找到我的那個 在福利小站民觀 福利小站我幫他搬到一個地方 隨便打個小地方 或是我也都拿這個網站 有什麼土地正義 然後看到臉書 臉書最近拍了很多好的照片 你瞭瞭瞭瞭 不是我都很扯瞭的 因為最近身體痛 只痛了一個月 那我就只好被了相機到處拍 所以拍了你們都滿滿看的照片 歡迎各位 今天晚上就來加入我的臉書 那我的介紹大概這樣子 我就在經濟隊 然後我去拿博士學位 回來以後我就到中醫研究院 我在中醫研究院經濟手 待了20年 快20年 那我這邊也當過 從研究院 後來我也到了總辦室處分院長 工作了滿長一段時間 所以各位如果到中醫院 你看到那些廣場 租民的雕塑 生態史 護道系統 都是 我去哪邊 跟人家抗爭 同人抗爭 同人那時候你不了解 你不諒解 因為你這個守候他的禮物 都不能侵入了 結果被我們開放掉了 甚至把圍牆也拆了 當然都是李院長同意才做的 所以萬一道遠見 你看 我就開上台這樣 那這個題目是 那個 反而定了 我就要遷就這個題目 這個本拳裡的都變得丟 本拳也是我學生隊 大概在這個領域的大部分都我學生隊 那學生隊的現在都鼓毛了 都掌工了 所以在政府部門的都已經不至於我這個老師了 我也不太認他們了 我開始了開罵 因為一大票在銀建署的那一P人 就是我罵到肅臂 有肅臉 我罵得最常罵的是這樣 肅臂的是不跟人家溝通的 不聽人家意見的 肅臉的肅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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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講的都對了 他都對了 所以我在維尤一堂 他是不罵人 今天今天不罵 今天沒力氣罵 不舒服想罵 我大概今天會談 給大家看一些影片 先給大家看 還有這個感覺 我想各位看過很多 再看一遍 看來 從我們連帶這個衝突 法衛部開發衝突 有些圖片可以看看 然後我們會把我們的這個 只是規劃的體制的過去跟現在 現在是講現在 是今年的八月 現在 是今年的八月 這個內政部又把這個體制改變了 那內政部那個頭髮 我說 叫他 黃劍科 黃劍科 看不到眼睛 說他很厲害 一點都不厲害 他就是 在他手上 把這個制度又重新改變 我會來嘗嘗 就是說 那你改變 你又到底有沒有去 能夠呢 一張證 台湾共保育 能夠做一個頭髮 但我喜歡 其實我喜歡的是說 巧歸巧不歸密 那我就看他保護性是保護 但是最起碼你說 不能巧歸巧不歸密 那你總能說 你應該要能夠 對這個兩個的衝突 應該要你管 最起碼 結果更加壓力 待會大家就會看到 那後面我就提一些課題 然後那些對策 都因為能力 時間限制 我就頂到為止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高山 我們來待會看看我們的高山 坡地 從高山到坡地到平地到哪裡 給一些圖片給大家看看 這就是我們的高山 是不是 長這樣子 你聊到看得不傷心嗎 這個德基水庫 宜山 那個上面 你看到很明顯 可是本來是一片森林 原像好好的 那現在怎麼變成這樣的 開股成這樣 你再看那個 你對那個角度看 下面就葛西水庫 這個下面 那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你看著這個 這麼看著它掉股淚 我年輕的時候 距離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我年輕但是講的幾十年前 因為我們下下個月 我就退休了 全面退休了 那我年輕的時候真的是太遠走路了 這天我去過 沒有這個樣子 再看一張 就是 就是這樣 就壓榨這塊土地 把市民砍了 然後做什麼茶圓 什麼高山蔬菜 高能蔬菜 水果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九二一大土地 這裏都變成這樣 土石油 沖刷 這個路 能換空路 變成這樣子 它怎麼恢復 這沒有三十年五十年能夠恢復嗎 我們不相信 我再看看 一樣的 這個驕毀 全部毀了 所以那道理應該的就是 整個風章 那時候我們也出來講話 就是說 整個這樣風起來 讓大地休息 等到它穩定了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不能再來 做一點 威護的工作 但是也不平 沒有理應 這個德基水域 也不只有德基水域 什麼水域也是下過大雨 大家全開 就是這個德基水域 這是在德的水 五十六來 就是這樣子 是十六來 要簽車 也沒辦法簽 沒辦法簽你 不能把室外人住你戶路 這我應該是反省 為什麼他不應不出來 他明明知道那很危險 難道他不要命嗎 你會覺得說 有人真的不要命嗎 沒有 是你沒有剖喪的現存計畫 你沒有能夠這個多元 全面的照顧他 因為不是簽出來我而已 不是族有住的問題 他還有生計 看他生活 他小孩只要就學 他還有親戚靈敏 社區的關係要維持 他咧 所有 你全面性的要照顧 你也這樣做 然後你說他必須簽 簽簽太困難了 所以你就這樣 你是鬼啦 你是鬼啦 就這樣子 他們也給你習慣了 因為沒辦法 聽說沒有人可以幫我 他無助也做準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 要看他一點 可是這個 如果可以抓一下 所以你就看到 這個 這個看起來 不太恐怖 但是剛剛反應過來 白白白白的那些 就是會被 踢掉了 然後翻臉 相當的擴大 大甲西的上游 你看那個沖刷 那野西啊 我們整個的沖刷 你看那個都落在那邊 看起來很可怕 所以很可怕 所以我們的高山會這樣子 現在的拉拉山 也這樣來 我看將軍亞小妹妹的餅乾 上面我會印的 無無一 怎麼會這樣 不是的話 你們買到的 下面是無無一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他想不想 這個好好吃的配奧 怎麼辦啦 這個以前 我跟那小朋友 沒有啦 但我還是要進他為了 但是奉陰縣長 你快去那邊啊 買 買這個 水櫻桃啊 朱立文 也是他跟去 補錐啊 送水櫻桃啊 這一些呢 應該嗎 現在無助也 不像我想也去啊 不像也去啊 所以如果要講 藍兵的話 我說今天不麻煩 如果要麻煩都不是好東西啦 那你今天不要麻煩 高山茶 我們叫高乳的茶 我們把自己的這個嘴巴寵壞掉 有茶喝就好了 不要有骨 骨絕就不行 不要像現在吃病安全 為什麼茶還要喝高山的 而且要喝你的地方種的茶 人要想辦法 你改變你的這些 不應該有的這種消費 你不改變這個整個的 這個地球 是不可能遠去的 你怎麼可能遠去呢 每個國家不要說追求太多的美金 只要三萬塊就好了 我們不要講太高了 如果全世界上的這些國家 那國民所得每人都達到三萬元金 這地球還能存在 那才奇怪 喝多水都讓你喝光 連草都恐怕了 也都被吃光了 你還有得出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從消費面 要今天也開始要從消費面 來看說 我們要怎麼樣的消費 才是永續的消費 所以我們來講的是 sustainable concern 因為阿丹茲蒂是經濟學的主持 這個史詞 他在國務論 國家財運 那個國務論那麼老的書 那個是聖經來 然後念過經濟學的就是聖經來 他上面就講過一段話 他就說所有的生產都是為了消費 你看他哪一刻也帶他就這樣講 所以大家如果能夠 不要去追求那樣的 不應該有的消費 那就沒有什麼去生產 對不對 我今天看到說 兩棵白松木說 標了三十幾萬美金次 標了三十幾萬美金 兩棵 開我玩笑 吃那個東西要幹什麼 當神仙 要當仙 開玩笑 所以這個就是不當的消費 你看他去茶園 密密麻麻 這都茶園 不過那個隨便抓了 道歉我沒有助你來眼 這個如果你們要用 沒有 бар不及助你來眼 都是姑婆拉什麼抓的 昨天才開始在抓 不過有些東西原來就有了 這叫高盈的蔬菜 菜也一樣 出外高盈的 這個大雨嶺 這個整個的爐山那邊是沒有什麼蔬菜的 爐山那邊也是差不多一大爐山 現在是說終於讓你同意要牽村了 要牽了 那坡地呢 好不知道哪裡 坡地也是這個樣子 坡地還不是說坡地榮葉 我們要坡地的建築 坡地還有建築 開花山坡地多了 我們兩個海東有一個山開辦法 好一個山坡地開花建築管理辦法 去今年已經把它併到徽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了 所以山開辦法今年也休了 短短的一年內 這個政府 那個政府 我都不願意指望大家說這個 那個政府做很多法律修改的工作 待會又看到最嚴重的我想已經有人 應該有人講過了 水土保持的法 那是最嚴重的一個法 其實不只它 瓦利都變了 山開辦法這個也變了 這個環坪裡面的 這個應該做環坪的那些坡地的基礎也變了 好多好多東西都一下子 國有土地的管理也變了 一堆都變掉了 短短的大概1020年 那我心裡邊常常來問說 為什麼那麼緊 就像說要射下一碗那一支純雕一樣 幹嘛那麼緊呢 既然是純雕擠了 你以我本事意見就把它射下來 你還不是射了幾支小秒而已 對不對 你要純雕還是在那邊嗎 幹嘛那麼緊呢 就是緊 那我覺得我們要提起來 因為責重快速的不得了 這個政策也變 那個變 那個變 都在變 那到底是為了什麼東西 慢慢 當然就 大概我們也差不多都知道答案了 但是福利總之有一個大力露出來 但是那個時候就太慢了 等到他們福利一般露出來 照顧了什麼人 那個時候大家才有反對了 現在反對我們都太溫和了 我們最近才開始串聯起來 以前根本串聯不起來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時刻 對不對 這鋪地的開發也是一樣 鋪地我稍微提一下 那我怕待會後面沒時間講 比如說我們的鋪地 我們就定了有一個 我們有三鋪地保利條例 對不對 這個就不吸收啦 這個應該大家都清楚 那我們還有一個所謂的 三鋪地可利用限度的分類標準 他呢大概就是根據的高度啦 提長有效聲度啦 埔長的充實啦 還有母員的性質等等 還有這幾個藝術 他把鋪地分成就是 這個總共能有六個等級 然後第一等級到第四等級 他說呢是遺隆木 遺隆的名字 第五個等級是遺廷 那第六財注這個要保利條 他必須這樣子 好了他的什麼叫做 然而不合這個標準呢 他說叫超限利用 那什麼叫超限利用 他們的觀點 是從農業的生產 他適合不適合做農業 譬如移農 那你呢不適合的你去把他開股做農業 他就超限 我說你這個不適合造領呢 就是遺隆那你呢去把他整理來造成這個 叫做超限 那他的作用點在哪裡 都是為了農業的 他不是從我們的這個整個環境的保育 不是從國家這個國土的保安的觀點 來定出這個標準說 這個地方能做什麼用做什麼用 因為如果依他們這種定的標準 那沒關係拖地你都可以去開股 沒關係其實美國必須 除了你不能開股的地方 大概就是你做不到的 你根本沒有路你根本進不去 所以主要進得去的幾乎都呢 變成遺隆 那遺隆是什麼樣 他要剃頭啊 把樹木剃光啊 然後才能種完 對不對 種了以後呢 就開始塗漲流失了 然後你用回料啊 還用農藥啊 就開始汙染啊 汙染塗漲 然後汙染地下水 汙染到水庫的水 就這樣子啊 然後塗漲流失呢 這樣子水庫的壽命啊 這樣子縮短啊 他會想這些嗎 不會 他就想說這塊地怎麼壓榨啊 他如果可以種什麼東西 我就要壓榨它 就要這樣長出東西出來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整個問題太嚴重了 所以什麼叫爛劍 上面裡面有得到虛可就叫劍 叫做爛劍 那你得到虛可就可以見嗎 這個破地上 你往心電那邊看看 我們心底如果快一點 我心裡想說 是不是應該來成在那 那這個也不應該啦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們都是國不泰民不安 風不調理不住 國不泰民不安 那個時候的助理才會說 喔國不法安你重要 然後叫叫叫 教練會 все經歷以後呢 要忘齁了 對不對 那個中部那個最偉大的 大師的 這個時候 他кда那部長也有做了什麼呢 不是也忘掉了嗎 他現在拜託破碗國母 拜託破碗國母 所以我才覺得說 非常的不應該 當年他當學者的時候 國你好在一起 所有的抱負 所有的理想 今天他有權利喔 他有權利 我們沒有 他有錢你能夠做一點事情 他不做 所以才值得批判 我批判他 我不看他 最好他是來找我理論來告我 我就是要這樣拿司機 不應該這樣子 我們快一點 看別人的地方 我們以外看過去 就看宜蘭的古兵酒 這是宜蘭 紅色就是有建築物的地方 這個還能當農地嗎 這個還能做農業發展嗎 整個農業生產環境已經被破碎掉了 根本就沒有這個農業生產的環境完整性了 破壞從這個樣子 然後這些的號稱都是民宿或是農舍 那他污水排到那裡去 先來看火農舍 那個什麼兩瓶三瓶的農舍 然後兩瓶怎麼宿舍 還有農牌號 還有水片 他就是趕快去申請 取得了蓋農舍的那個許可 然後先蓋兩瓶 養果也都要清洗 然後等到他賣掉了 拿來賣以後是以後他有錢再把它蓋起來 真強 今天你也用強法 這怎麼宿舍呢 這個是宿舍的上半段 你說下半段樓東下門 跑不到哪裡 整個樓地變成這樣 好了這個景點下門不是所有宿舍 你往南部走下去 樓地到處都是樓舍 什麼鐵皮屋 那些宅集店的 那些網過的 那些倉庫倉儲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以前你說說 有段時間的泥酒 這個缺貨 各位可能還會記得 那時候你走到樓地去看看 那個裡面那個鐵皮屋下面 旁邊的都是在釀酒 是釀泥酒 旁邊的去養幾頭豬 因為那個酒招來養豬也是最好的 而且在這邊釀酒 大家也喝得很高興 不過還好他沒賭 所以現在我們會安慰 不像今天 就會被沒賭 而且沒有放穀的東西 給我們吃不喝 他才有一點點養心 所以現在的樓地 就是每公頃可以蓋樹屋 依現在的榮社的興建規例方法 2500平方公尺就700坪可以蓋屋 所以我們如果是個人 我們也聯合去買一公錢 那我們可以蓋樹屋 我們樹屋可以蓋起來 它就會蓋起來 這樣密密麻麻 我們樹屋合起來 我們剩下的土地 一公頃 只不過用掉了食物之一而已 蓋房子最多用掉食物之一 還有90%假設我來做平地造林 我還可以去申請平地造林的補貼 還可以 所以你們這五四個子去買一塊農地 農設法來幹什麼 其他的土地呢 提煉什麼標準以外 就是孫頂平地造林 你還可以營 每年他可以營不住 營這個農 你如果不要老 我把它修耕 還有修耕補貼 我灰耕還有補貼 他們都要補貼 待會我問各位一下 問題出在哪裏 所以我這個就是說 這個農業生產環境 我一直在強調 整個農業生產環境真的被擴放掉 這個還有土地倫理嗎 他還有補貼去談什麼土地倫理 環境倫理嗎 那些大官 還有談正義 還有談居住正義有沒有 今天又談了 前面又談了 在那個台中 這個規人民花清界限 兩千個警衛 四公里的紅手線 四百梯 四百梯的巨馬 幹嘛 就是規人民花清界限 有沒有在台中開會 就是這樣子 到底你是 是我們在巨馬 或是馬在巨我們 你拒絕我們 這馬巨啊 不是巨馬 你不太清楚啊 這個沒辦法 真的是輪商 這個叫龍色 騙校 台灣人都騙校 這個叫龍色 好啦 難力都要慢 大家看一看 這一幕是不是真的會讓人連手 這會沒連手 當過台灣榮官 榮官 官喔 最大的那個官蓋的 在庭東 他是這樣子 他說他的合法 合法不合理啊 他合法 合法沒有錯啊 不過終於也捐出來了 捐出來了 他是虧很大 不是虧很大 這不講他的 海內還不幹嘛 我們海內 我們觀看 我們就看個地址下線 這個 這個 現在去看很多 從彰化到那個雲林 雲林彰化一帶就這樣子 就長這樣 就長這樣 還這樣 這老照片 這個是 這個照片是誰的呢 是那個水利鼠 水利鼠 這個水利鼠的 他們自己也說 這個問題嚴重得不得了啊 那這部那個盲建客 也在水利機關 他那時候政府時代 也當過陀陀娃 現在呢 現在有權利啊 因為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是從源頭 源頭就在山上 就在高海拔的地方 一路走下來 對不對 這是國土規劃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去駐水 你前端你不駐 你駐造洪水 後端再來駐水 那是什麼駐水 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你看這個人 換人了 這是哈比 剛才是有看過電視 他說沒有哈比 怎麼會沒有哈比 我跟各位講 他後來我同步搬簽約 我都有電話 我剛才給我試個機場看看 什麼話就要搬 因為要下線 要搬到這安全的地方 真的有著行業 不是天下器官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八千 我現在 這個是我在我臉書上平常 我就一直在投資一般的消息 在雲嶺的地方 就有十一萬口的地下街 其中的十萬口是揮法 光揮法 就幾乎是九成多都揮法的 這不是我的數據 這個是淡江大學 有一個他們叫做水資源什麼什麼 研究中心 我不敢亂用數字 因為有什麼搞 這是有來源的 他是接受美波研究 真正去調查工具 我說你還不知道有多少 多少科技 然後有多少是違法的 那柏西坤 這個講到2003了 2003幾年多久 十年了 十年了 那柏西坤那時候下達風景令 很厲害喔 風景的命令 這個很偉大 對不對 不在房地裡 如果下個命令 那還得了啊 這個是風景令 好厲害喔 然後每年都要風 結果每年風幾口 他那時候有風 所以還是要給他推 不像現在 這樣一口都沒有啊 好歹人家一年也風了十三口啊 然後以前的速度的十一萬口 要風多少年啊 八千四百六十年 大家都骨頭怕過啊 根本就是沒有人在的啦 八千四百六十年 你的子 我的子孫不用講你了 我的子孫都不在老 你說 這個台灣還沒有存在 也不知道了啦 居然是這樣子 你現在每年風一百口 一百口不多欸 一年風一百口哪有多少 你就是當事人做得到嗎 屬口都沒辦法 一年可以風一百口嗎 要一百年 這個是古節 台灣有很多古節的事情 沒有手不損 沒有 什麼上來都一樣 藍的上來一樣 V的上來一樣 什麼顏色上來都一樣 我跟各位講 這一些都是我們前代的人 留給我們末代子孫要去處理的事情 大家可以這樣子做嗎 就講那一條高速鐵路 高鐵 我所謂變民銷廢車對不對 不僅僅存現嘛 那以後要坐民銷廢車 就去體驗一下 會上警察就能出擊 我說大概不會啦 應該的就是到那邊的話 你就變慢車啦 對不對 那邊你要說 一小時走十公里 慢慢慢慢慢慢這樣搖 所以你可以搭外車接浪車 再搭外車 我也會夠飲 也不錯啦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個駐水大師 不是最厲害的嗎 不是說講要瘋嗎 瘋了幾口 請各位去找這個 然後去找這個看看 所以我瘋他一個瘋 吹牛大師 不是什麼駐牛 駐水大師 我為什麼一直要罵他 因為他毋有權利 他今天沒有權利 我不敢講什麼 他有權利可以做 他主要可以做 我都願意做奴才 我每天去幫他忙 我都願意 我跟你講 我們像我這樣的人太多了 每一句話 我們就三一半月我也去啦 對不對 中國都是想幫你忙 你不要 我們才會生氣 這是我解 然後回到台灣 給大家稍微一點背景 就是說這個民國68年 68年就是196 這個只有197年 那個時候那個計畫公布 那個第一個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一直維持到1994年 到1994年的這個計畫都滿天堂的 天堂以後不叫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有爭議 那時候還兩個歷史心態很強 所以這個就叫做佛府中的開發計畫 好啦 但這個歷史到今天為止 那個計畫還在 練生部報行政院的那個全國區域計畫 現在有兩種說法 上個禮拜 你的位基金會辦了一個區域 那個行政區域要重區域 要談那個跨裔的治理 那我也去那邊參加討論 替來編文章 那王問想 也是我學生背 他就不能講 你看看到我在那個地盤 他就不能講說 他已經把內政庫報到行政院 行政院交辦給金家衛所益的那個計畫 他說已經把他退回去 後來我就找武道大學我的同事去查證 說有沒有真的退回去 結果他們都講說 各地方政府都已經拿到行政院的版本 兩邊都要查證 都拿到那個版本 現在都在研究說 好啦 那這一下子中央權力大下放 那個計畫主要是把權力放到限制政府 那他們要怎麼樣來承接 所以他們在研究 研究要遍地開花 這個花開花也是開花土地的開花 不是遍地都開滿了花 我跟各位講 他們現在在想 我怎麼叫他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不是回來嗎 你把錢都還給他 我如果是縣市長 你規劃權我當然要 哪裡可以變更哪裡可以變更 哪裡做什麼用規劃的權利 我當然要啊 開花的權利 我當然要啊 我要開花了對不對 管它開花成不成 我只要弄個案子出來 我就有錢到啦 我哪裡 我都不用開花 我只要規劃說那邊要幹什麼 那什麼 好 就馬上地皮就炒 馬上就有利益了 哪裡會沒有 航空城到今天還是空城 就已經有一些都得到利益了 這幾天開始在抗爭了對不對 我一開始說這個是一個空城 吳書雄出來講說 我這個最近出來抗議 說不能這樣子我們對他不公平 對他這樣不公平 所以我把他講成空城 他說俗技商都有在記載 但是我說空城 你要不拆 拆遷一萬兩千戶 打從一開始 我還在練這步 我一當沒人 我後來被趕走 我今天六月被趕走 我就是那個房間可怕趕走 我不是因為這樣才擺公堂 他不要誤會 因為這個之前我就在提搬他 他說我們不公平 他都有在說 那時候我就說一萬兩千戶 你如果不是先蓋後裁 先安住再拆遷 我說你這個注定要變空城 你看現在不是這樣子嗎 一萬兩千戶 一萬兩千戶 老百姓人家是靠著那塊土地再維生 你收遷就把我遷住 你簽就用靠什麼維生 對不對 我小孩子在哪裡練書 連那個拜登廟那個廟屁都不簽 那個拜登廟還要討論 你去拜那個廟嗎 還是那個神明 我覺得 昨天還不是神明 後來他們去掛揮 掛揮 結果那個神明說 他留在那裡 他就不敢送他 這個位置敢欺負我們而已 欺負百姓而已 那神明 臺灣以前的宗教 這個寺廟 起碼都是六層到七層以上 都是維生建築 臺灣好山好水 都是他們佔用 不是他們佔用 是不消的人去佔用的 不是神明要佔用的 那神明的住在維生建築 也住得很習慣 幾十年都住下來 也已經習慣了 結果內政部民政司 就去洞南一個所謂 福島宗教合法 福島 光臨 全部修平合法 幾乎現在七八十五 都一開始都修平合法 他為上建築住得很好 你就讓他住 總有一天我們想猜的時候還可以猜 你現在都因為我合法了 那你還要走廟 台灣是要用洞廟嗎 雖然如果再加劇情 還不要互換中廟 都不要互換 我現在要開始要抗爭 但是我們真的要回國的思考 你如果蓋廟 你就照顧幾乎 對不對 東部那個小林公 他所有的那些都不亂 哪一個不是用保護區 哪一個不是用農業區 哪一個不是 舉算用 有這樣子嗎 沒有 你跟這樣子的啦 中部那個眼睛都閉著那個 哪一個 那是跟個山公建 那個妙妖師 帶著像皇宮一樣嗎 要嗎 難不那個 像民樂禍一樣的 那也是一樣 宗教要幹什麼樣子嗎 不是從國土規劃的觀點 我不是反對宗教 我絕對不反對 但是宗教要這樣子 要利用這樣的土地 他們只要做不良的事 要這樣出來 我是反對不良的事 所以我先不提他了 從這個年代 到底我們整個世界上出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從差不多兩千年 十多年來出了什麼事情 出了最大的事情是什麼 是又變成大 你看灰塵一下子 受災戶千萬受災戶 聽說十萬種口 搞不好就超過一萬種 這一次 這個所謂海燕這個口 這樣看一千多萬種受災 大家想起來 今天你不要再講灰塵怎麼樣 趕快能夠輪到救援 就趕快去啦 但是那些讀了十有就不要帶虛 那個有讀了那個什麼有什麼有 不要帶虛 不要說我們反正來就送給他們 反正他們也就十有這樣子 其他能帶的都帶虛 想一想一千萬人在那邊受災 氣候變遷 你不要想說不會發生在台灣 台灣不過兩千三百萬種 我們如果像海燕這樣一來 一千萬人不見了 這國家還沒存在嗎 那個亡國啊 內亡啊 所以要通一些 大家都要趕快去救災 今天終於一架 是要搖三連去的 那載不了東西 我跟你講趕快送 所以你想想看氣候變遷那個嚴重 氣候變遷涉涉及到海岸 所以我們有所謂勇氣海岸這個計畫出來 不是沒有計畫 有 但是沒有用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今天政府已經是 整個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就是這個政府 詐騙集團 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假的 因為沒有一件事情 真的有發揮效果了 就海岸的整體發展回來 結果整個海岸已經變成怎麼樣了 大家去看看吧 大家想看看 我待會再看一些圖片就更清楚了 還有2009年 所以五都要升格 他們把這個升格 行政家區合併升格 把這個當國際規劃 你如果在2003年 從2003年 馬英九是2008年 他是2008年當選的 差不多從200 不知道多少年開始 就有著歷史在那邊談到升格 因為總統超過百萬了 這個要升格 那個這個要買草草 草到什麼時候要開始 這個馬英九 他就總統進去 2008年 2008年 2008年馬英九都提出了這個 什麼三都十五五縣 有沒有 他就提出了這個過程 他這樣說 尊了2008年 尊了說升格 那時候大家在談什麼東西 談了國土規劃 他把行政界線合併叫國土規劃 所以每次找我去做兩個 我都不去 我說主題不對 你是明明行政界線合併 行政家區合併升格 說這個叫做國土規劃 然後套個什麼三都十五縣 這個五都有人談五都有人 台三都有沒有 那時候就是這樣 他們這個叫做國土規劃 我說我那時候 我不想講 這哪裡是國土規劃 簡直是多入了我們學空間規劃的 我不去 後來就用了一個國土空間策略發展計畫 原因也是說 整個氣候變遷帶給我們的衝擊 那帶來這個衝擊以後 讓我們了解到說 這個國土空間的發展 如果大家再不重視 反而比例 譬如說危險的地方 我們繼續去發展 我們繼續暴復在那個危險的地方 空間上來說說 不應該發展你還是發展 那氣候變遷這個衝擊 極端的天氣一來了 那當然你自己受害 你怪什麼 你怪兩天哪有兩天 你又在哪有 我不相信哪有什麼天 人要自己 要能夠保護你自己才是做人最重要 所有我們講的老天 都是祝燃現象 祝燃的作用力在發生作用 這個你不能控制的 你人哪裡能夠控制祝燃的作用力 像颱風 像地震 像這個土石流 我覺得也是祝燃的作用力 對啊 但是裡面你都尊為了沉溫在裡面 它作用力 為什麼會帶給你那麼大的一個迫害 原因就是很多不當的尊為發展 暴復在那個地方去做發展 然後讓那個助人作用力 會產生了效應更強的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那你怎麼解決這問題 很簡單嘛 就避開嘛 減少負戶嘛 所以人建署不是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花了很多錢去做災害檢視 今天沒有放在這裡 各位都要看了 你都不便找我藥 它不管淹水淺室 什麼土石流淺室 什麼土壤液化淺室 什麼特殊地質地形 淺室災害疫區 什麼什麼 還有惡定水土把儒區 那些都調查過 那些都有土檔 居然不公布 好啦 現在勉強公布 進去後呢 比例子那麼巧 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好啦 就是看得到了 那也沒用啊 你看得到應該把那些地方化為 限制發展地區嘛 你國務部規劃就說 這個就是保育區 或是叫保安區 以後呢 新的不能再進來了 那你救的話呢 想辦法你夠搬出去 要讓他搬出去 那你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對不對 你不是說每年的救災救得那麼辛苦 做成一排 做成一排 然後在那邊嘟呼 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看到 今天一樣要做一排啊 對不對 從總統 兩邊 還有朋友像土地公的 毛主角啦 為什麼像土地公啊 他會出鄉 這個寶箱也出鄉 哪有土地公的 他都同年齡啊 他還比我大 他都大我一歲 他當然了 我都沒有那個體力 他哪有體力 他也沒體力 我從小初步長大的 鄉下重培長大的 我相信我體力覺得很好 對不對 他兩次出腰的人在那步步 混著 我一個兩個字 混著 每年都是這樣子 每年的這個這麼多年來 跟老共也都沒打過仗 都沒有 但每人在這個國土上面 每年都在打仗 有沒有像在打仗一樣 總動員啊 總統慶祝都軍啊 在救災啊 那不知打仗那是什麼 那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我過去上主張說 男生當兵 女生也去種樹 種樹都可以保安啊 國土當兵也是保安啊 我還是跟李洋講 你真的去咧 李洋當兵是部長 我說你要弄個替代議 讓女生就去做活土保安 種樹 主要是種樹 他說國防部長也就要跟他們說 心不通 說不可以這樣子 我說為什麼不可以 男生既然當兵衛生女生不用靜音 對不對 沒有說不可以 今天還有一個女生在這裡 你真的要玩對嗎 不見得啦 你不要一直以為主教會的玩對 後來我又去跟他講說 你現在不想這樣 你那麼多兵力在那邊 每天都一下子 集合 暴術 一二三術 然後解散 都這樣子啊 陛下子集合 暴術解散 只是阿兵哥不講幹什麼啊 都是聖者不信不信不信 你去客人的金鐘就是這樣啊 我都當過敵人啊 我也當過排長啊 我就這樣子啊 我稍微排長啊 他就請問中就 我稍微吹 請集集合 他就暴術而已喔 暴術喔 暴術解散 因為不讓他送卸下來 送卸下來可能就會點頭啦 把他看什麼啦 在那邊幹什麼 結果就會集合 我說 那你可以弄一些訓練班啊 有駕駛訓練班 那學生出來又可以開車 他說美容班 出來以後男生他美容都做了一友了啊 我就跟他整了一堆 他說我都指望不收 駕駛有入這個區隔 說當兵不應該去學那一支 也不通 也講不通 到現在也是講不通 像剛才這樣要學得出來 違績出場 有什麼不好 所以觀念要變 這個有點扯遠了 我要講他一點 二年一年 只有我有參與 我坐海岸那一塊 這個團隊是金建律組織 金建律委託的案 這個組織是江醫生 直大江醫師江教授 我特別要提到他 因為他去遠公司了 所以他提前回去報到 每一個都會回去報到 所以不過我們已經 真的還是覺得有關係 因為他跟著我抽通編鈴 抽個通編鈴 他已經回去報到 所以特別要提到他 他是很有用心 我們一個團隊 做了一個空間車內發展計 行政院你也把他核定 結果有用嗎 沒有 這次立正部 又來搞一個全國區域計畫 有參考這個嗎 有造這個嗎 政策有延續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我不是亂批評 然後聯絡過我說 你們每一個國家 因為氣候變遷重擊那麼大 所以你們都要去做一個 氣候變遷架構 調數架構 因為名稱是 氣候變遷調數架構 那我們現在名稱也是要說 氣候變遷調數政策鋅 因為所有的政策走到台灣 就會不土化 它就會名稱不一樣 事實上是同樣的東西 跟國際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叫做 氣候變遷調數架構 但是我們這裡要有決定 叫做綱領 其實綱領能做什麼用 綱領又不是法律用 我們來 政策呢 我們有政策嗎 我們有什麼政策 我們政策又是綱領而已 什麼綱領而已 那有什麼用 真的 真的就沒用了 結果現在這個部會拿這個幹什麼 他說 因為行政院有核定這個政策鋅 所以我綿綿要變遷算 去做氣候變遷調數 結果他說應該交給誰做 他說交給環保單位做 天啊 那就是整個扭曲掉了 環保單位在為你做氣候調數 氣候調數 變遷調數 氣候變遷調數 氣候變遷調數 他在這個整個從規劃一開始 到整個施工到後面的管理 你都應該把氣候變遷會造成的衝擊 要把它併到一個整個計畫的邊區 不是說工程做啦 我另外再去變遷遷預算來做調數工作 我們都是這樣子 每次都是這樣 打從開始再做這個計畫 我參加過一次會有你 我就說應該要把它變成是公布尼 蘇布尼用法律規劃 你都要求你應該把氣候變遷 所有調數的收 這邊的措施 裡面的一些作為 怎麼增加調數的容量 這一些都要納到你的計畫面區要出現 然後計算就變在那裡頭 對不對 就沒有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非常失望 海岸第一期就結束了 到了2013年就結束了 後來又延續了 我要特別講一下 十多年前我現在不記得了 起碼超過15年了 可怕20年了 我們就有一個海岸的 台灣 所以美國西土 我還記得這一次 我現在到那個公務公司 我都還記得 因為我年紀過大 過大這種事 我都參與過了 美國西土公司 不能寫了一套 海岸和草案 所以 那是用的是 所謂的 整合性的 這個海岸管理的概念 我們叫做 Integrity Costco Roman 整合性的 這個海岸分區管理 那用那個概念做了一個體能的情況 立法立了十多年 快二十年了 應該有二十年了 到今天可以出來 整個海岸沒進一大五度了 你就叫美麗灣 你想怎麼熱湖 你看這個海岸區 你可以DOT 你的毀翠灣 你一個DOT連加 毀翠灣以前我們都是 去到那個地方就可以進海岸了 對不對 你現在能進去嗎 今天要收錢啦 兩百塊 三百塊 現在我也不知道收多少錢 海岸依土地法規定 是不得私有 海岸土地不得私有 今天不得私有 用現在的方式 什麼公共造產 什麼BOT 什麼還不吃私有 你給他五十年的經營權不吃私有 那是算什麼 民進黨時代說 賣國有財產賣得太兇 我真的賣年兇 所以我後來呢 我們上來以後 另外還要說 有個捷運說 你不能再賣賣國土 不能賣國土 我請問現在也沒有再賣國土 我請問家裡 用什麼方式 DOT 更新 公有地倉更新 公有地拿去更新以後 還不是都是那個 更新的那個事業新辦人就是財團 還不是都快要撈走 你說福州 這個什麼合宜住宅 叫做一處性的合宜住宅 我原來都搞不清楚 一處性的合宜住宅 有沒有 你們沒搞懂 我的姐姐就說 主宗這一處了 又不會有了 所以就叫做一處性的合宜住宅 你去看看那個合宜住宅 做一瓶賣多少 賣20萬嗎 一瓶當然賣20萬 做一個便宜 所以你說那個建章沒有賺到錢 去算算看建章賺了多少錢 好恐怖 人們幹了多少社會住宅 他叫合宜住宅 一定應該搭配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是給窮人住的 窮人住的話是不能賣的 大概算是原租金 甚至都要補貸 都不用租金了 有蓋了多少 沒有 所以真的是可惡 所以這個用公有地 胡宗那個都公有地 那這個以前軍建村 那這個公有地就這樣子 這樣子把它弄掉了 這一次到台中開那個什麼B級群 因為我不是老K 我不是用車輪牌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B級群 所以是我沒留意 都講了 又談到居住正義 都要注意聽到有個居住正義 還有一個什麼 佛化公有土地 佛化公有土地 有阿 你買一句就這樣講 又扯諾 又要扯諾 今天佛化公有土地 就是要把公有土地賣掉 他不是用賣的 那現在就是用更新啊 什麼這些方式嘛 對不對 我說好吧 你賣也賣啊 最後看你還剩下什麼東西可以買 台灣剩下來 最後最值錢的就是那個 那個是對岸的 四百年歷史的台灣總會有五千年的文物 沒有嘛 那本來就是對岸的嘛 對不對 哪一天他如果主張全力要把你拿回去 還不行現在把它賣掉啦 他說開玩笑啦 真的是你很生氣才會這麼說啦 你國家財政不弄好 靠賣 建賣直接國產 建賣 你難道最後要把公公婆園賣掉嗎 誰都沒有出個賣公公婆園 公公婆園在下面是人類的事的公共財 人類的公共財 生出來的 還沒生出來的都有權利 不是嗎 但是人類的公共財 沒有人可以把它出賣掉的 我們當然有功勞 我們幫忙把它保存在這裡 為全人類看顧公共的財產 這個全人類應該尊敬我們的 我不要弄到最後尊敬 把他賣了 開玩笑 這個是太可惡了 好啦 大概2013年搞出這個計畫出來 就現在而已 現在我好像這樣就因為人家太多時間了 我可能快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個政府不說了 民國68年 那時候的計畫是長這樣子 台灣的這個分子 鐵中南東四個區域 然後上面那個叫做國土 國土中文開發計畫 下面都是四個區域 然後區域 每個區域下面有若干的限制 那為什麼要畫區域 因為很多都跨域了 像一個留意 留意留下來 左岸右岸上中下游 跨業很多限制 所以你不畫成一個區域 那你怎麼管理 所以要跨域 你都會 像台北都會 那當然台北市新北市長就合在一起 結果呢 說升格以後 還說這個叫台北市 那個叫新北市 那真的是有過生計 然後嘉義 嘉義把那個金華那一塊畫出來說 那個叫嘉義市 外邊叫嘉義縣 新竹也一樣 新竹深格 新竹室呢 中間那一塊說叫做新竹室 外邊的說叫做新竹縣 變成兩個行政系統 那你怎麼管理啊 這大陸順到外邊 從新竹堆順出去 就變成新竹縣要管 你如果這邊抓一個交通違規的 從這邊追追追 一下就追到了新竹縣 你要配合當地的檢查才能抓的 那玩罪一樣 開玩笑 你垃圾處理 難道說你才不用出去嗎 你以後變得垃圾 還有你婚禮的婚偶的 所以那一大戶土 這個跨裔的問題 是今天區域計畫裡面最嚴重的問題 所以每個地方考核納重心 你考核納重心 我為什麼不考核 但是住院也沒有一個跨裔整合的概念 現在像那個原住民 我現在就在觀察那個原住民會館 有人在用嗎 我不管對人家蓋原住民的會館 蓋那麼多原住民的會館 你走啊 這樣他可以用吧 這樣原住民可以進去用吧 你進去看看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練書 找不到就用練書了 當原住民會館裡變成圖書館 有夠安靜 對不起 怎麼變成這樣子呢 所以他那個時候是說 有沒有國土計畫 然後呢 主導區域 區域再主導縣市 概念就這麼簡單 他的國土 中國發展計畫 也是普通的概念 只不過呢 在那個1990年代 我們就有勇氣發展的概念了 我們就有勇氣發展的概念了 OK 所以那時候就注入了 所謂的勇氣的概念進來了 人家就開始講求空間的結構 就是說你都市發展要怎麼發展 什麼樣的形態 你是不是放出台灣每個地方都可以都市發展 那就不要管住了嘛 全部放掉嘛 對不對 然後你要不要管住他的強度 你難道不管嗎 難道這邊都是101 那邊的101 那邊的2022 這邊是3034 是嗎 不可能嘛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你空間要不要管理 當然要管理嘛 對不對 所以你才會有這種概念出來 因為你真的沒時間 所以你大家這個體會一下 所以那時候就有所謂一星二種 三度衛蛋 二十二十五千的概念出來 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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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個簡單的講 就開始真正重視這個空間的規劃了 整個台灣到底是要發展成什麼樣的形態 在這個計畫裡面就開始出來 就有一個藍土 然後那個海融區區區塊當然就是在強調駐輪海岸 我們台灣的駐輪海岸剩下不多 我們駐輪海岸現在剩下不到50多間 其他都是什麼 它是肉粽巴掌 海底 更肉粽 小波塊 小波塊我們叫做肉粽巴掌 一個一個都是肉粽 你看整排潮煎帶也不見了 對不對 潮煎帶也不見了嘛 那些市府那些東西也不見了 整個海洋生態還在嗎 海洋的生態還在嗎 不在 我跟你講 只有少數的地方現在因為保育團體 一直主張像什麼什麼什麼 老美師弟什麼什麼 這一切都政府主動去做了嗎 沒有一個是政府主動的 都是被抗亂 抗亂最後沒有辦法才去弄的 台灣人就是這樣子 弄了以後就說該保育了 這個大家也沒有那個概念 拼命要進去抓那些有的沒有的 那些人講得更難聽了 那些人還不如一次黃色的塑膠鴨 塑膠鴨大了 封城那一塊 難道那黑麵皮鹿不可愛嗎 我們那些水鳥 官渡那些水鳥不可愛嗎 而且你主事 真的灰心啦 我想你是在紅袋保育團體裡面 看這件事情就能讓人傷心 那黃色塑膠鴨就是商業行為 所以從來就是這樣子嘛 這有當理嗎 沒當理 這邊要開啟的國家工業支援 是嗎 是啊 是啊 需要更新調適喔 我只能往下走 要往下走 因為我要談一些跟國的問題 這一些都是學界的人幫我們弄的 政府有沒有在重視 沒有 根本沒有 什麼時候教授的時候有在重視 就是你把他弄整個方案核定以後 你要有預算 你要有編助員的 有推動機構 否則全部都假的 當年在推動國家工業也是一樣 先從各方案裡 先從各方案 然後那個方案裡面就每年編列預算 那個方案每年編 就是說五年方案 那每年要編起立 編起立就這樣編了 然後就成立了一個機構 國家工業的一個管理機構 那個是暫時性的 然後就推動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找齊豬國說 不是從各方面開始 我們今天也沒有國家工業 好啦 我們說豬國沒有講經過 那我們也沒有國家工業 我最近都想說 國民黨應該跑到那個駝寮 去把他吵醒 一定要把他弄回來 所以說請他復活來重新執政 來執政 救救國民黨 那你沒救的 那如果他力量不夠 剛剛就跑到廚府 那個人也喊在那裡 要把他們復族的就挖起來 把他們回來了 在執政 要不然怎麼辦呢 這些人都不聽這個社會的聲音 我們那時候有講話 當中那時候 還不錯啦 他在輪水邊亂講話 那有一個科學的 這個國家企劃變遷 坦白講 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減少顧問 危險的地方你不要去顧問 盡量減少 就這麼簡單 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你如果沒有辦法避免了 那你要增加那個調適的怎麼樣 比如說淹水的顧問 你做駐洪廠 蓄洪廠 你增加透水層等等 保水 公園 滴滴 變成黃龍盛世等等 那個都在針監調適的那個容量 就是說你要嘛 就是不 像這個地方應該化為洪水平衍 你不該挖斬 你就不要這樣挖斬了嘛 對不對 像社主堡 社主堡還做提法 提法做了 說現在要做到一百年後一百五十年 平衣領的重建領的標準 如果超過 它不是更高潮嗎 因為平衡做了優勢大家就以為是安全了嘛 對不對 那個駐水大師不是說 他可以蓋高角屋啊 我問一件的時候還可以淹淹到啊 怎麼鼓勵大家蓋高角屋呢 我在民宿上就貼啦 部落就貼啦 還是容積獎勵啊 因為勞果文不是新法新 什麼都是容積獎勵 把更新的容積獎勵 什麼都容積獎勵 那如果高角屋要獎勵 要怎麼獎勵 腳越高 腳越越容積 所以你要看我已經知道 你會覺得說沒有道理 你會要體諒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那麼刻薄啊 平安康耶 這真的假的都沒用嘛 不太發展你就不要發展嘛 所以你這個就簡單的說啦 你增加調水桶 減少太多 這麼簡單 好啦 哪裡危險 現在的科學花板 以前你不知道哪裡會淹水 你也不知道哪裡地層吹肉 你不知道哪裡會有土素的 你以前不知道嘛 對不對 現在只有地層還比較難預測 但是斷層就到啊 地層還要求斷層在兩側 最危險啊 不是嗎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預測 那既然可以預測呢 你為什麼不把那個有風險的地方 把它畫出來 你既然畫出來以後 規劃的時候就把它規劃為 這個是保育區或是保安區 這個是可以要限制發展 就限制潤核的發展行為 或說你要做要規定的是條件性的這個發展 你要做規劃 規劃就做這個事情啊 這麼簡單的概念啊 看這些海岸也都是學生的 你幫忙弄了一個策略 這些都沒有用嘛 坦白說啦 都沒有用啦 過去啊 曾經提過這個莫拉克 那個貓口派翁過後 不是小林村啊 這個妹村啊嗎 那時候呢 也是讓烏龍烏龍老百姓 就弄了一個叫做國土保益危險的區域重建 重建剛要計畫 後來弄了一個重建剛 重建條例有沒有 結果呢 現在呢 沒有啊 條例也 時間也過啦 這個有沒有落實到區域規劃裡面呢 沒有 還是沒有 所以農地 大徒抗爭啊等等啊 他說以後呢 盡量要避免 要避免呢 避免徵收 避免徵收優良農品 然後他講了一堆 還不是一樣一直在開發 還不是一樣 淡來新市政二期 不是硬逼的要開發嗎 淡來二期 大家也開始坑爭啦 淡來二期啦 淡來一起用不到兩三層 都空在那裡 房子蓋都這麼黑黑的 大家去看看 那你急著開發二期幹什麼 我合理的翻 二期早就被採訪 養地 買了養在那邊 養在那邊不開發 那就是利息積壓 他就是成本在變高 對不對 所以為了水開發 所以我們現在跟奧爾斯也去 主租了一個團體在那邊嘛 但是坦白說啦 我也別管啦 奧爾斯那個小朋友有 早就已經去上網 我們比一討論過好幾天了 他們租救會也都主租了啦 我還是沒管啦 敵不過這些財團啦 那不是敵不過財團啦 是敵不過後面這個政策啦 這個才可怕啦 所以這個農地政策講了半天都變了 所以待會很快要趕快進座才能提過來 所以內政不能就開始說 面臨氣候變遷 什麼國土保益 糧食安全 輪口結構都變老人了 沒有小孩了啦 這個結構都變了 產業也都變了 該跑的都跑光了 福貿業在簽以後連福貿銀行啦 房地產啦 金融啦 這些也都跑光了 大概剩下只有什麼 冰藏業 我說冰藏業都來跑光了 人家告訴我說 冰藏業已經跨路去投資了 他說我出錯了 我說最起碼還有大部分人留在這裡 還有什麼產業留在這裡 實務一條 各位講 這個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結果 結果說講了一堆 後來就是把這個整個計畫的體系 原來都摧毀掉啦 把區域計畫給中南東摧毀掉 我簡單講 就摧毀掉那個沒有啦 以後沒有給中南東 所以就只有全國區域計畫 整個台灣做一個區域計畫 為什麼叫區域計畫 因為現在國土計畫法沒有通過 所以他用區域計畫法來做 那下面就是縣市主義 就兩級啦 兩級啦 兩級那中間怎麼辦 像整個留意 原住民的保留地 原住民的這個所謂的民族土地 那一些你還是都怪異 對不對 還有像這個都會區 那是這樣的地區怎麼辦 他說用個特定區域計畫 他說下面還有所謂的特定 在下面再看好了 有個特定區域計畫加在中間 結果他說特定區域計畫 像水保 待會會講到水庫及水區 他說他們都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譬如說水保 水保的話 是水保級 水保級的主管機關就融為了會 對不對 那是水保級啊 不保留了啦 那保級不保留了 開大火笑 不要 我在罵他 他是保級嘛 所以瘦瘦瘦瘦瘦瘦就放進來了 他是保級嘛 不保留嘛 所以這個你看看就是 咕嚨我們說那個都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他們都各自有畫 譬如說水保級他就會畫特定水土保持區 對不對 那一個就是跨藝 他那個畫一的話說這個區域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就可以去分他整合協調 然後你把那個計畫那種 放到全國國的計畫裡面來 不可行啦 不可行啦 你農委會 我是內政部 我管你停起停坐 你是交通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我如果今天想說可以開一個海岸環島高速公路 搞不好 海底 不是海岸 如果說交通部收一個偉大的部長上來以後 哎呀 養了那麼多 國公區 高公區 養那麼多 機器設備也沒用 我們也沒地方再開路了 在路上開 人家都罵 我們不只開了海底的環海高速公路 搞不好哪天真的是這樣做 搞不好 我會開玩笑 他說我還要這樣做 你怎麼懷對他 交通部分裡面這麼不一樣的提醒 我幹嘛聽你的 對不對 沒有要聽你的嘛 過去就沒有人在聽了 你以後還會再聽嗎 不會了啦 所以事實上就是兩極 兩極優是什麼樣呢 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他把上面這個全國這個計畫 把它當作政策計畫 沒有藍圖 全國計畫以後沒有藍圖了 沒有剛好在講什麼一星 二軸什麼 二十三 二十什麼 我現在沒有空欠啦 沒有空欠計畫了啦 都是政策性的 原則性的規定 然後呢 孫正的規劃呢 下放到地方整理 由地方去規劃 地方去規劃當然說 這塊平了 這塊可以發展了 這個變社區 這變什麼遊樂區 這個什麼 那就是遍地開發 就是這樣子 不然是怎麼樣 他們說我這樣講不公平 我說你等得巧 等到 等得巧 發生了以後 你就來不及了啦 我不是要幹什麼啦 我不是真正說批判什麼 我習愛這塊土地 我希望說你要下方之前 保益保安的部分你先要規劃出來 對不對 你哪個地方不能發展 假設不能發展的地方我們兩類 一類類是限制度發展的 根本就不能在一起發展了 像水庫的集水區 飲用水的水庫的集水區 放掉了 待會看 放掉了 那個就是應該限制度發展嘛 對不對 那第二級的 就是一般的 譬如說會飲用水的 如果以集水區來講 那你就可以條件性的發展 所謂條件性 你要把條件定得清楚 要什麼什麼什麼情況之間 你不要再容許你做多高的強度的發展 你不能說就忘掉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的是說你應該也在 全國的這個計畫裡面 屬於要保益 要保安的 保益的部分 包括我們糧食 就是農業生產的 你尊正好的農田 你要化出來保益 對不對 不是所有全部都要保益 那你不化 那你加給地方政府 不就掙貴鐵有刀嗎 地方政府還不會為說 下一日要進選的服務嗎 對不對 老百姓呢 這樣開發有錢賺的有什麼關係 後代有後代主持呢 我也不曉得要不要結婚好了 也不曉得有沒有後代啊 就是結婚了我兒子要不要再結婚了 我也不清楚哪有孫子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所以沒關係 現在有錢就我們就賺了 就這樣啊 今天就是大家這樣子 你有聽過他說拼環境了嗎 大家說拼我們的生活品質了嗎 沒有 不是拼經濟 都是拼經濟 如果每天都在講拼經濟 這個環境就毀了吧 不是嗎 不聽嘛 這沒辦法的事啊 所以這個整個提出啦 簡單的講 這個中間插了一個特定區域計畫 就是給大家知道 中間垃圾區域計畫 我下面開始要來看看這個問題 這個大家如果有留著 大家想看就看 這個是以前的柱度 現在改成這樣 全國下面就是憲制計畫的 我們現在的憲制啊 這些諸侯啊 後悔大了不止了 現在憲制長自衛鋒啊 壓過部長啊 開玩笑啊 今天一個部長想弄一遍錢去做什麼東西啊 後還要找你包子來商量 還要會計啊 憲力點頭 才能弄一點小錢來做一點事情 那個憲制長想做什麼東西啊 要去彰彰彰 放著滿天都是憲喉 放著兩個小時的憲喉 120分鐘創個紀錄 好像120分鐘的事情被破紀錄 我有一篇文章專門搜集說 哪個地方放幾秒 哪個地方放幾秒 真的可惡到幾點 今天準備破紀錄 今天一年就跨年還要破紀錄 所以現在正在招兵買一碼 說要超過多少啊 那簡直開玩笑 那他們呢 憲制長要做 很簡單啦 找輪來 我要辦這個 你全日給我找出來 你看到多偉大 對不對 這個副婚器 其實我是贊成他了 副婚器看到花蓮到處被挖 被弄了 他說我八部 所以花蓮 花蓮憲有一個八部政策有沒有知道 八部了 其中大部分都是水乎保存 他不管你合法 不合法 就是不准 他就是敢不准 八部了 然後他就敢啦 所以那全力大部的了 其實他就八部是違法 因為一晚他可以申請 為什麼可以說不可以呢 他就留護士 我就是不願意 你看這幾天不是把五種 或是幾種的那個私有 那個什麼同意 那個誰的那些人 他全部給他下架 有沒有 昨天啊 全部給他下架 他不管你上面的 這裡邊的成分怎麼樣 有沒有問題 不管啦 我先全部下給你下架 他昨天全部給他下架 那權力多大 這違法 對不對 中央不敢做 中央不敢做一方面是華麗基礎合作 一方面就是薄皮 收穿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個投稿 兩個制度 大家有信心比較一下 好了 我要講的是說 那你變革以後 對調節這兩個衝突 這個國土每分 保一保安是合成一類的 到底有沒有幫助 你有沒有幫助 你幹嘛要變 當然沒有幫助 它是為了開花 兩邊開始要通了 大陸租金要進來了 香港的錢要進來了 所以日月潭 那個少祖 那個領地啊 才要蓋離館啊 你說會不會過 我跟你講 不然是白國的 現在少祖不是在抗爭嗎 我們這個環保團體也幫忙在抗爭 會過 會有什麼用嗎 一點都出都沒有 烏來呢 烏來那些風景最好的地方 你是不是平快那些所有都會救地合完 那是無權 你是不是 還不止那些救地合完 還有很多新的離館的錢 因為他們算了一個總量 說還可以容納多少家 看了很恐怖 就說這一些都救地合完以後 還可以容納多少家 還準備大開放了啦 所以為什麼水保法人要把它修正 修正把水附的集水區 穩來是限制發展的 拿走了 拿走了 不管了啦 那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這個要講快一點 真的 我還是要看笑的時間 現在幾點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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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根次快點時間 那我一塊帶過去好了 一塊丟牙袋 這不是剛剛大一點 我覺得挺重的 你現在練製不搞一個佛祖計劃 你的務必接連是不一樣 目的事励主管機關 我們台灣的主人是 所謂的目的事励主管機關 就是說各部會 前那個講 每一個部會都有一個法令 都有一個法在後面 不只一個 像農委會那就有農華條例 交通部就有好幾個公務法人都有法 那所有後面都有一個法律 那這個機關我們叫做目的事業之一關 因為這個部會的成立是為了特定了目的事業和成立 所以我們整個國家資源的分配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一年類是一兆多馬 比如說一兆一點五兆公務門 那這一典五兆就分到各部會 就是分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要去提目的事業計畫 他都有中長城 然後還有一部計畫 然後來搶這個錢 所以每個部會他們每年都有計畫 他沒有計畫就搶不到錢 他那錢就搶不到錢 所以他要搶 那個都叫做目的事業計畫 那個目的事業計畫 不管你國土規劃空間 他不管你了 他分去他的業務 對不對 內政部管的是說你們這些錢 用在這塊土地上 都有空間區位的問題 對不對 以前用建設在這邊 跟建設在那邊衝擊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還有你也建設 我也建設 可能我們都重疊 甚至還衝突 所以應該要調和對不對 還有這個地方 明明不能發展 生態敏感 這是環境敏感的地方 你都不硬要開過去 對不對 交換部就這兩家 我說這邊有史前的遺址 你也不調查 就出爐的就過去了 然後大家再來抗爭 所以國土空間計畫是在整合協調這些發展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計畫 但大家未接都一樣 隨便你 國土 除非是說 我剛好我的計畫婚姻是配合的 那我給你一個人請 對不對 我就說我尊重你 事實上是因為兩個是 和無共同目的 所以如果目的不一樣 或是中的利益有所沖滅 國土計畫是不太可能去協調的 不太可能 從過去到現在幾乎沒有什麼效果 你像他有效果的話 我過去一直主張 但是都是不可行 我這邊的建議幾乎 過去沒有人會聽 就是說你如果把這個區域計畫 或是國土計畫的主管機關 他有預算的負配權 就有預算的負死權 你要拿這檢基礎建設 要經過我這個機關的同意 要我負死 我簽證 然而你這個預算才會夠 他如果要怪聽你的 他現在沒有法令上 不能這樣做 是有用嗎 沒用 他用來這個 如果說行政院長不是每次 每年都要到一彎區施政報告嗎 他不是被他擋了 今年都擋了五六次嗎 對不對 因為他幫忙攝納出神雕 你沒遜種 你要怪他 只來孫心 對不對 好啦 附上他上去 他上去報告那些有用的 都不用報告 書面的問題 沒有用 我跟各位講 只有那個預算子才有用 請讓我講 你信不信 我這樣講是不是 對不對 你真的要用像日本 日本的話 他們是要把國土計畫 拿到他們的立法部門去報告 所以我說如果把它常態化說 這個當作國家重大施政計畫 你要到立法院去報告 施政報告 你講如果讓所有那些立法院當我們立法院的人 不是這麼好東西 那當然 但是住戶先建立 不會大家每次都那麼壞 慢慢還是有一些好的立法院自然 所以我還是期待說 能夠這個住戶上面慢慢走向好的 這張表你就看過去就好 跟國土歸外 我相關的 我把它寫在這裡 不管機關 法令 命令 不這麼多 這個你也看不到 看起來沒有多大 這個都是行政面面法律 不是每一條都有作用 如果把它分成這些單位的話 這個法 你看有幾十個法 幾十個法 有沒有重點 都重點 都重點 這個是延續下來 你如果去整理這國家的這些 有關於空間 土地 租源 保益 這個保安的法令 這麼多 那你要怎麼辦法 沒一個單位 所以光媽內政部也沒用 住戶本村就不對了 那哪有辦法呢 他靠一個七教法 那你能過去怎麼要是家的東西呢 佛祖七教法就通過了 他也不是派上法令優先 他也不是說他有優先性 沒有嘛 對不對 人家各有各的法令 下面的都是有一批人要養 有專責機構下面一大批的公務人 都要養 要養也是要有業務 沒業務你怎麼可以養那麼多人 你遲早要被裁測掉 對不對 所以交通部就聘命做高速公路 聘命做路 原因就是說那一批人都養在那裡 不能沒有業務 所以你每個地方都說 這個路會開不可 那個開不可 連那個北投到山珠 這個那個叫做山珠 我國語都不調整 我每次都練只會珠頭 珠頭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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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頭公路要蓋起來 快速到路啊我跟你講 連珠頭公路都要蓋 他那個森江大橋也會蓋不可 對不對 森江大橋 剛才那個大橋還是車流都引到 從這個關部這邊過來 他只是說原來塞在那邊 現在塞在這邊 他有解決問題嗎 他明明就是淡水那一帶 已經過度的發展 已經超負荷了 他說你不要再發展嘛 你為什麼還要再拚命呢 錢嘛 收穿的最好就這樣子 有人會獲利 好了再講快一點 跨裔的問題也最嚴重 你現在只有中央 這樣就限制 那你跨裔誰來管 今天會最會搞跨裔有沒有 今天會用很多跨裔合作平台 有用嗎 幾十年前就有省市協調會報 以前還有台灣省政府在那裡 省市協調會報當然是省政府文書家序嘛 對不對 那省政府文書家序呢 他們省長 那時候不叫省長叫省住行 阿棍這邊的市長 他教育一定會講說 到底說你大歐大 到底市民比較大歐比較大 台灣省一定會講說 我面積那麼大 我服務員那麼多 當然我比較大 對不對 他被省政府說我是首都耶 我是竹下市耶 後來有一個這樣的心派坐在那邊 在台北省分數跨線的 跨過台北市的橋樑啊 交通啊 治安啊 等等 你這樣就選擇了嘛 就用鬼啊 所以每次協調會報有結果 都沒有分析 現在好幾個先是什麼北北基 北北基儀啊 這高高頻啊什麼什麼的 搞了很多的匯報有用嗎 那個如果沒有預算的分配權益 都是假的啦 台灣就是一個權分一個錢啊 就只有這樣子啦 錢分權如果沒有把它分對的話呢 就什麼都講 我非常 做了幾十年的政府規劃的東西呢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不去碰撕這個東西 你端出來了 我都說這個是詐騙集團 要扶容我們的計畫 每次我都是用這樣來論斷 所以你跨越處理非常嚴重 你這麼辦 將來會有什麼樣呢 我們有二十二個縣市 會有二十二個區域計畫 我們現在如果還沒改過的話 有北中南東四個區域 這麼小一塊 純棠山做P-10大 這個P-10大的這個小島 農二十二個區域計畫 而且以後國土計畫法通過以後呢 有二十二個縣市的國土計畫 我練幾個給大家聽啊 新竹縣國土計畫 新竹市國土計畫 花蓮市國土計畫 鵬戶縣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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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就是二十二個國家了嗎 乾脆講那都獨立了 自主演了國 也不要讓這年那個那麼幸運 出去了主歌演了國 荒謬啦 荒謬啦 我真的會要生氣原因就在這邊啦 你搞到二十二個區域 然後你會有多少的跨儀樓宇啊 跨儀樓宇甚至寒無淡過 這根本就成立不起來了 根本成立不起來 你將來的這條樓宇 雖然有這個河川什麼地級 河川局什麼什麼在管 你還是上游 中游 下游 左岸 右岸 都是不同單位啦 還是涉及一大堆的單位啦 你如果全部都核道要限制說 好 你要有權利 你要開放 那你保利 你要說 全部有權利 權責會給他 那這樣才合理嘛 對不對 這麼小的一個國土 搞到這樣子適分裡面 那以後怎麼辦 問題可答了 好的 總共跨儀 所以你看看都是跨儀 下面這些都是跨儀 你怎麼辦 跨儀問題出口不潛潛 跨儀的這些 自然災害 公共設施的協調 所有啦 反正問題可多的啦 所以我在李登輝那邊 基金會研討會上 我就提出一個 三四八限制 然後沒時間論述的 我就用幾水區來重化 我說提個體念而已 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多的價值 我是說弄個體念 從國土規劃來 國土助理的觀點 我們的行政區塊 應該怎麼重新合併 合併以後呢 該升格就給他升格 像 比如說 第一個 第一個第一個就像先北市 跟台北市跟基隆市 就合起來了 他們以前說要把宜蘭合在一起 怎麼看宜蘭都合不起來 這個不要去害宜蘭的人 然後呢 我說 這個全國企業計畫 將來就是全國的災難計畫 為什麼 因為你把全力都換給他了 每個地方政府都要規劃和開發 他不要保益跟保安 他會說 中央會說 我全力不是要收錢給你了嗎 他說 那個都涉及跨意 都是不是只有某線類的問題 都是涉及到好幾個線 那個都是應該你做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說 那這裡中央任務者 我電電線沒有查查 沒有錢 我先走 我剛剛來的有點混亂 我剛剛來的有點混亂 有些我講的 我自己 所以呢 他香港 這個會不會變自己長者 因為那個全國的企業計畫 他沒有難題 沒有空間規劃在上面 他是有政策 像土地使用 他是定員別者 基本方針原則 基本方針原則 不要講說 台灣人 這跟華人最厲害的 我們連 這個所有東西 他都可以連 把它 講得都有道理 就是沒有道理會變不有道理 各位說 然後呢 你說 因為原則下去到地方政府 他就跟你說 我這個怎麼都合理 那你中央真的有本事說 這個不可以嗎 不可能的事 而且你 你主定原則 你如果說主定原則 那你最後會變成怎麼樣 他就有大小眼 大小眼 你這個限制 我今天如果藍的執政 你是藍的 當然你離得比較能過 不是這樣子嗎 你平常不要聽話 我有政治力要交換 那你配合 他就肯定過 那你這個財產不要保衛 啊 大會了就先過 我們都合理發言 合理發言 其實 為了拿市局 你不是那段時間 都沒有說他有問題嗎 為什麼他不要到市局以後 才挖市 所以也是這樣 他就發言 就是嗎 所以這裡面已經都 看不懂的東西了 要不要我的手指到你面子 可以 這樣這個就沒辦法了 只為你把手指到你面子 所以 很多人講我覺得 我特別認識的 大家要努力 如果 我是太老了 我跟各位講我要退休了 真的認識他的 所以 我說 我媽記得 跟那個 陳正彥賣的一個 像底地公的一樣 我沒有他那麼老 但是差不多了 差一兩歲了 跟漲家進來 差一兩歲了 還是 現在這套東西 不可能去 去調適這個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衝擊 他現在只是掛在嘴巴而已 沒有真正怕到 真的沒有怕到 每次沾溫就忘掉了 所以你要怎麼解決呢 這個沖口 沒有真的沒時間講的 這個真的要講下來 我是已經有心情來講 這個也是 我們大溫 你一念一念熱 你一念熱都靠冷氣嗎 不可能 你要看肅展的力量的調節 你要縱樹 你要有更多的水域 可以讓它蒸發散等等 這個 那你要有更多的台灣貢獻力 要怎麼樣 那你故事的大家緊密一點 你不要那麼擴散 到處挖掌 到處掃地體 對不對 你不要這邊 遍地開花 哪裡都可以開花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你說淹水問題最嚴重 對不對 那淹水問題 能夠到工程可以解決嗎 不可能了 這個不用太說 淹水問題 我們一定要靠 靠這個生態的方法 我這邊有緣社會部就提到 就在講這一次 所以基本上 我們要從高山到高山 我們主部要從最上野 一直到整個都市區 或是整個大公會 然後到社區到林裡 就是建築 然後我們要顧到的是 我們的安全 私事健康 而且事和人體處 我們要保護的 就是我們的財產 我們的建築 我們的公共設施 這都最基本的 講來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不跟你講 隨便找一個人來講 不跟你講說 那他們一定會講說 這個就是政府該做的 有做嗎 保護宿貸主義 我們的衛生 我們的宿貸系統 當成要去保護 要去維護 好啦 這些都要管理到 我們這個整個的規劃裡面 所以做的東西 譬如說高溫 高溫要從上野一直到下野 我要給我自己講 放給大家看看就好 這十一題 洪水 你不從上端去 去注意洪水 不從上端 那你放在那個水 都流到都市裡面再來注水 那有什麼用 沒用了 八連什麼 八百億 不只八百億 已經花掉一千多億 有效果嗎 大家分張 不可以再這樣子 國家也沒錢 放心 沒錢再亂花了 沒錢亂花那怎麼辦 沒錢了 前幾天說 可以多賤一點 有沒有 還可以多賤一點 真的是 一點危機意識都沒有 還可以多賤一點 所以我說 他又多了一個封號 這個純昌文不是說他是 他是分中之分嗎 分中選一 分中之分 不是我講的 我怎麼這一段講的 不是國家元首 這個純昌文 他不要講的 分中之分 但是我給他另外一個封號 是敗家族 中之敗家族 財產就敗光了 把後代主持的財產也敗光了 對不對 什麼可以說多賤一點 還要多賤一點 他們明明 這樣離那個上限的45.6% 只差2%而已 GDP的上限 就只能接到45.6% 現在只差2%明明就發佈了 所以就所有美國的財政編賣 就已經形成了 沒有警覺性 還要亂花錢 一個四大運發酵兩三百億 一個要兩百多億 真的 沒有用說的 基礎設施一樣 壞掉的橋樑一下就壞了 應該就壞了 海域 如果像那天那種豐火浪 那暴草是越來越高 那一天你聽說沿海平面上升的因素 再加上那個暴草的高度超過25層樓高 那不得了 那個力量倒下來 怎麼可以擋 所以海域也都是一段一段的供檢要 那你都要維護 維護的話就做得更高嗎 更堅固嗎 也不是 該讓 該反充區要有反充 所以該讓的時候也要讓 我就快一點分區 以前我們說把國土分成內大概四個區域 大大區域 一個就是國土保育區 要保育了 保育 包括保安在內 然後另外一塊 我們叫做農業發展區 因為農業還是我們糧食安局 所以要維持的 那第三個才是城鄉發展 我們城鄉要發展的 第四個是海洋資源 一個叫海岸及海洋資源 那分成四個大區 然後每個區都要互給他功能 保育就保育 開花就開花 不是這樣子嗎 農業生產就要保護農地 那麼簡單的事 廢掉了 不用這個分區概念 用什麼概念 他說用一個環境敏感地 所以他現在就把它廢掉了 把所謂縣座發展區 內調散發展區把它廢掉了 不要用這個概念 以前在區域計畫上是有畫出來的 現在把它廢掉了 廢掉又要用環境敏感地 環境敏感地的時候分了這幾種 拿到業力分幾種都沒關係 這個都教科書抄來的 我們教書都在這樣教 然後就分兩集 分兩集我原來以為說 那第一集就最敏感的 一個限制發展 對不對 那第二集就條件發展 就是說沒有那麼敏感 就跟環中區一樣 最敏感的外圍有個環中區 那環中區的話 你只要能夠還維護到這個環境安全 那當然低密度 你低度的利用是可以允許的 對不對 結果不是這樣的概念 都可以發展 都不可以 所以敏感的他說要避免而已 要避免 所以中國整個的脈絡文字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地方政府說你要避免 我說喔唷 我已經盡量避免了 對不對 那地方政府哪裡會聽你的 我就是現場 我也不會聽你的 對不對 我這任期拔得住 我下一次能連任那才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我跟你講 但是限制展 只要一下來以後 就什麼都沒了 連個司機都沒有 連個車子光亮 什麼黑頭車都沒有 怎麼自己去開那一副車 對不對 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 所以不會不遮手段的 換什麼人區都一樣 不是說什麼人不好 通通都不好 我跟你講 然後第二集來說 要兼顧保育公開話 我對台灣講這句話 保育公開話 你怎麼兼顧 關都拼命你說 我又要開花 又可以兼顧保育 我就問 保育公開話 你怎麼兼顧保育 我就問保育公開花 就是因為這樣子關係不好 不過他很客氣 不知親友但忽然還有 寫一封信給我 他還算客氣的 他我跟他吵吵到最後 他不能說什麼 他說 關都保證 他說 關都保證 梁教授說不可能保證 關都拼命是 是絕對不可能說不開花 絕對不可能說不開花 就這樣開花 但是我跟妳保證 一定是開花跟保育會建築 我沒有說服他 我是不可能啦 後來問他怎麼講呢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知道第一任的市長 每一任的市長上台 都一定要講要開花關鍵地面 我說 那有沒有哪一任的市長把它開花呢 包括李東的 李老先生我這禮拜六 他說一定要給他請出 讓他勝利好了 那我回去 那他呢 他那個時候就是想開花關鍵地面 那李一任的市長 從龐大桌到蘇維華 這一大票誰開花了 誰去開花關鍵地面 沒有 就是不能開花 但是嘴巴一定要講要開花 然後偷偷偷 兩次任期就夠了 這是歷史工業 就下一陣的市長再去講 講的話還是兩任都不開花 沒有人說可以把那塊地開花 不可以的 對不對 僅剩下一塊大面積的開放空間 生態那麼敏感 是大台北空氣流通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風口 對不對 那不可以再動了 氣候變遷 現在熱倒效應 你跟講是一百個理由 沒有理由說你可以開花那個地方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難道以前那些市長都會嗎 我就這樣請他 後來我就不跟他講話了 好了到現在他沒開花 沒開花 他拼進去 後來我這個顧問也被拿走了 其實他應該感謝我 他說我去開花那個 他每天都坐在那邊 辦公室 看著有名傳聽 不是 是你 是那個鼠寶貞聽 是吧 他每天看過去是看到什麼 看到對面那一棟 不是嗎 他每天都在想那一棟 對不對 就只有那一路 那一端 那一棟 他每天都在看 都在想 想做大會的人 要有那個格 對不對 所以我說把觀眾朋友開花 我覺得也對那是傷害的 對那是傷害的 但其實應該要感謝我才可以 好啦說計畫流整個要講話 我現都市計畫以前三級三準 被罵得臭頭 我從年輕就當委員 當到每次都是被人家趕出來 趕出來又換了 換曹族政 換了部長 又拜託拜託 你來幫我 我這個人也沒有念 就說這個也後兩題 我就又進去 但是不同曹 同曹我就沒有進去 然後弄弄弄他受不了 好啦 就像這個 他的縣啊 上面那塊石頭一樣 那個北林路那塊石頭 就非半開不可 所以就這樣子進行足足 進行足足 這個我主要能夠為這個國家 這個土地做點事情 我不計較我什麼東西啦 真的不計較啦 不然我不會說進出 進出 難道我真的就是那麼喜歡去做那個東西嗎 對我來講 不是那樣子啦 我這輩子沒有去求過關 人家給我關 我從來前有答應過 哪有答應過 從來沒有去答應過最後關 公文不算關 OK 所以這個說三季三孫太複雜 所以你看台商要回來 然後龜宇要回流 不是龜宇要回流 龜宇要大逃亡 不會回流啦 只有大逃亡才會回來啦 好啦 沒關係啦 這個大逃亡也是要接收啦 還是我們的同胞啦 對不對 雖然他不准不易把幾十年的經濟足夠 帶到那邊去 趙母那邊的準啦 好啦 當主回鄉 我們還是接收啦 好啦 當主接收你回來 可以破壞我們這個土地嗎 現在都怪送環保太遠 有沒有 待會再看待環保 說環保太遠 所以環保要減化 怎麼減化 非常恐怖 都市計畫所例說三季三孫太複雜 後來早就授權了 西部計畫早就授權給地方政府了 還嫌太複雜 所以以後說全部要減化掉 減化掉了 這個環保在一起 然後說 將來那個整個區域計畫 就以縣為單位了 那個計畫做一個政策環保 那政策環保只要一過來 裡面的個案的開發 都市部開發 設計開發 不必再做環保 那個計畫裡面是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聽出大問題 用政策環保來取代那個個案的環保 那你都市環保會要武功了嗎 會掉啦 西部計畫會掉啦 躲在總統府那一個 他曾經在一個三孫的場合 他講過的話 我報紙花了很多時間 去把它找出來 因為我聽過 我看到那個畫面 但是不知道在報紙出現在哪裡 我也找出來了 放在那邊 他在那個三孫裡面怎麼講 他說 以前我們環境 我們環境也講 比如是實質論 實質論 他說 現在要把它變成參考論 可怕吧 環境變成參考論 參考論把它推 推底下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環境的結果 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你如果業力遵守 你就遵守 你不業力的話 你自己負責 這個無關的 就這樣子 現在更厲害 說他不能剛好用一些政策性的東西 做一個政策環品 他在政策環品裡面沒有發展細節 那衝擊都輸不出來了 對不對 那總量 譬如說 這個縣市裡面要在開發多少的都市土地 那只有一個總量在那邊而已 那總量在那裡也不清楚 然後呢 不對交通的衝擊 對沿進了土地使用的衝擊 對水資源的供水 過不過 衝擊等等 那一些都還沒出來 他是一個政策環品 是政策面的 過了以後說 好啦以後 個案計畫你就不用做環品了 可怕吧 真的可怕 各位一定要用心的 我為什麼這樣子 一百年期的我還是一樣 如果他水找我 我就來 我都不能開開支 只要我身體有東西 那開發許可一樣的 開發許可 土地變更 土地變更以後呢 也不用了 這個開發許可就是裡面的審查 中央不止 所以區委會不再審查這個開發許可 那即使區委會去審查 人家那個十公頃 五公頃 兩公頃 也是太小了 那但是你都是不免 全部塑寫給地方 你也完蛋了 所以說才要有一個區域的組織出來 對不對 那他們都放掉了 集水區的土地 水庫的集水區 原來在區域計畫裡面 定了是說不可以出租分出售 那個就是莫拉克台風以後 公有土地 在集水區的公有地 不再出租不再出售 你看水庫的集水區要做什麼用 當然是寒陽水年對不對 你一棵樹都不能砍了對不對 那你如果放豬要做什麼 放豬如果是做農業羹做 農羹 那他樹必要去砍樹 不然怎麼種呢 這樣的行為對嗎 對水庫的法師 對嗎 不對 如果說這樣他變成農地以後 他用微料 用農藥 用什麼的一些農業行為 農產品要運銷出來 也要有交通 也要開路 也要什麼樣 然後弄弄幾個土地層給那些人出 弄弄最後變成怎麼樣 你想想看 然後又變成民宿了 不是這樣 你把我去蓋紅色變民宿了 如果照林呢 你現在如果去租一塊地要照林 你如果沒有照林 你錢是拿不到的 所以上面本來就有樹 你為了照林拿到那個補貝 你要怎麼樣 要砍大樹 種小樹 然後是算你種幾株 這樣子才能算補貝 才拿得到錢 所以都在 這個尊貌 我這講的都是沒有過分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要砍大樹 砍大樹種小樹 然後來拿這個錢 黑心不黑心 真的黑到了極點 這是政策的錯誤 你到底要怎麼說人家是蓋紅色嗎 那個是紅色嗎 你要是蓋民宿嗎 你是蓋旅館嗎 你真的要招林嗎 招林要種小樹 就要砍大樹種小樹 那你土地有什麼人 這不是只有黑心的人而已 對啦 對啦 可以從中我們今天可以這樣子做嗎 我後面那一段也是這個榮帝 這樣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差不多結束了 這塊土地大家是安身立命的 大家要喝水 水要從哪裡來 要有人類化的水源頭區 去寒陽水你才有水喝 你要天然美景 要看人家有優三美景 有身體 要人家保護了什麼都不能動 你才有那個天然美景可以看 遺囑類推 農地 農地你說不能開花 你跟你建築用 蓋那麼多建築所有 我才能生產東西給你 臺灣外公有好過啦 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人家有沒有犧牲 人家憑什麼為什麼犧牲 讓你們可以開花的土地的土地 找一百貨的那麼多利益 不對嘛 所以過去的衝突 開花共保育的衝突 就是因為利益沒有平穩嘛 對不對 你地可以被化為開花的 你都到底 連家連家的土地為什麼都那麼出錢 對不對 阿不然連家三代當官 怎麼可能累積那麼多財務 三個女子有那麼厲害 我家裡的那一口子 我的媽媽也都沒有累積財務給我 因為藍的都在外國當官 不是嗎 都是靠土地嘛 受穿的就是靠土地啦 我沒有說他合法不合法 但是土地是大部分的人 他獲得財務的重要的工具 原來就是這些計畫 原來都是農地 為什麼你那邊的化成是商業區 紅色的不得了 對不對 你那邊化成黃色的那邊住宅區 你那邊變綠色的產能 你變公園綠地 他也還不錯 怎麼還在付你徵收 我這邊的樹綠色上面 長來一點一點一點的 叫保護區 什麼東西 或是保護寒洋水源 幫你擋洪水等等 所以缺乏的是這個利益 你們其實 這塊土地造就 造成的這個利益 應該要互相要去補償 對不對 那補償方式非常多 為什麼不做呢 你又不給他發展權力 但是你不能在那個水源把握去發展 那你平地的人 我就不要給你那麼多重機獎幣 你要來問我買 對不對 這個發展權可以移轉 或說政府就便利一算 或是民間團體來幫忙 買這個發展權 對不對 我不能蓋馬 我說這個生態敏感地區 我什麼可以蓋 但是我有分到一樣的權利 你平地有分到 我也要分到 那你也可以說使用者會會 對不對 你喝水的人 那在水會裡面加馬 每一次你加個一塊錢 大概說不定你就可以解決一大部分的問題 一塊錢不夠你加兩塊錢 對不對 那每一個都要喝水 那他們呢 你一定要補償人家嘛 可是那個古蹟 看他們那一百年了 他們是沒餐 那你說我去瞄一瞄就說補償的古蹟 都不能動 不能改建 那你不補償人家怎麼可以呢 那那個人如果七點一點 那你沒來看我就把他燒了 那你以後就沒古蹟看了 你如果沒有一個利益 以後那些古蹟就不見了 被你順利了算老名 那沒被認定你就不見了 那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才是非常 我花了這一輩子 花了挺多一多的時間在設計 設計很多工具 怎麼樣才能達到利益呢 沒有機會實現 沒有機會 我這樣講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有成功 說我要去選一個縣瑕疵的市長 我要把這一套東西放在那個當實驗區 不過後來就是沒有成功了 我說我在倒退十年年輕四年 我真的就去選一個人 我不要大 大王我都處理不了 對不對 我一個縣瑕疵好像戲足的 我最喜歡說抖六 像那麼小的 說我的同學 我的學生 張聰明 他去選抖六市的市長 我就鼓勵他 兩次都沒有成 都差幾票而已 選輸了國民黨 差一點點而已喔 他下次再出來說不定會當選 我說他當選了我把整套東西來幫你拿 然後我去幫他策劃 沒有不用實驗 水保 水保 你說看幾個東西就好 會生氣到幾點 水庫的集水區以前規定 全部要化屬特定水庫保值區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這是法律沒有的 可化可不化 什麼作材要化呢 說需要特別保護者 他水來這地 水保值如果說這沒有必要 不就不化了嗎 有你還有水喝嗎 嚴重喔 這不是開玩笑的喔 這個大家不要掉以心情喔 三坡地的範圍 以前是真的有點困難 我們這個所謂三坡地法律條例說 你的標高只要超過100公尺 你的這個坡度 平靜坡度超過5%就叫做坡地 所以台灣幾乎七八十核線都是破地 是真的很嚴格 但是嚴格不是說你每一個地方都受到同等的管制 對不對 這是我剛剛講過的嘛 你可以把它分解嘛 但是你不要把它廢掉嘛 現在你說可以廢了 地方政府如果說可以把它廢掉就報行政院 像今天如果跟它港口的 同個顏色的港口的 那就過去了 不是嗎 不同顏色的說不定過不了 但是等到它出生 它一樣還是夠啊 可是一樣 天下烏鴉一樣黑嘛 對不對 不可能 除非變種嘛 變種的這個金額太少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注度 所有都要靠注度 靠法律靠注度 你靠準的話都完了 那地那個模擬兩可 都不可以 我絕對是反對了 所以上過的地方都會變啦 以後都會變啦 這個以前規定說 水滷保存完了 規定說 你如果特定的水滷保存區 你要定一個長期的水滷保存計畫 而且水庫呢 這個滿水位 這個要掛一個保護袋 把這個關掉啦 保護袋不用掛了 結果水庫滿水位 水平的距離 要掛設這個保護袋 保護袋不用畫 不用畫 不用畫 真的不曉得這麼回事啦 我真的不曉得他們 然後呢 結果這一些都可以授權 地方政府 指下是電燈或是匯止 匯止這個特定水滷保存區 特定水滷保存區 還可以用地方政府來會 那不是會觀光嗎 像屏東 屏東老師說我都是水 我都是水滷保存區對不對 基隆基隆說我每個地方都 都是殘坡地 我們就廢了嗎 然後每個水服都把它廢了 地方政府如果去沖 它如果港國的都廢掉 它不從國之地 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子弄呢 然後水保器的開發行為呢 把它放鬆掉了 以前是很多地方都不可以開發了 現在可以了 整個台灣那些是遍地開發 法務態會一定要讓人去過 人家過去要劃30公尺到50公尺 像輝瑞水庫 滿水位 碗位 譬如說50公尺 大家會講說那50公尺有什麼用 其實還是有用的 那50公尺就變成要去徵收 或是公有地就不能再出租出售 然後那裡邊的什麼行為都不准 而且要去復異 裸露的要去種書要怎麼樣 還是有用的 所以既然是把這個都廢掉了 官方怎麼說的 我要結束了 我最後一章了 官方說 說水保法當初立法的目的 是為了水土保子 這塊地點能不能用 能不能開發呢 是內政部他們的事 他們家的事 應該因為這個土地使用管制 是七一九號法 都市就要把他們再訂 所以應該由他們訂 我只是管道水保而已 其實也不是不對 然後說集水庫的開發 上面也有國家公園 不是嗎 國家公園那麼大 你便有集水庫 不是嗎 他說他也都被套上了 有國家公園 有森林法 還有水利法 都上面多了好幾層 然後他說 這個水保法的修正 會不會影響到水庫 以水區的處理 這是他們講的 我不怕什麼 我會一起 我一整天都忘了 我再另外一個泡泡泡泡 我先不要麻煩 因為你放在那裡都死了 沒有 一心溫度 然後他說這計畫是關鍵 他說為了要避免 直接奉斷民眾使用土地的合法權益 因為你如果用管制的時候 這個叫做現住發展局 那你就直接就管制了 他說你是奉斷了嗎 他只想到奉斷 他沒有想到說 這塊土地基於公共安全 基於公共衛生 基於這個衛生系統 所必須的話 你應該要給你合理補償 他不去講這句話 你如果給他足夠的補償 這個是為了公共利益 你的私有財變成公共財 又什麼都可以 關鍵賽你又沒有給他補償過 對不對 有沒有足夠的補償 你不給他足夠補償 給他一條線綠化 所以這個水完保護區 裡面什麼都不能動 當然沒有問題 我說講幾個小話給大家聽 我說水庫裡電力前流 兩個垃圾也買了 那個是鳳家 後來也清掉了 那上面有一個浙江銅香味的墓園 在哪裡 還在哪裡 他說那一群墓園在那邊 沒有 沒有水原保護區的發射 後來一發射以後 連那個墓園也說 可以訂得到簽 那浙江銅香味呢 當然是很貴 這人家的墓園 我墓園 我再先 我計畫再後 後來是妥協的 後來就說 他以後不能土葬 又不能土葬 所以你還可以 你回答什麼在那邊 所以講個小話 我常常講說 我們現在喝的水 都是有機水 你喝也行 那是有機水 我們那邊下來 那開開玩笑 這個土地的管理管制 這個事實上是有在先在後的問題 對不對 民生動物的人在那邊閒炒 炒得半死 要把機場牽走要怎麼樣 人家機場早就在那邊 你還沒吹聲人家就在那邊 民生動物那個社區 還沒有樹地重化的時候 機場早就在那邊了 你後面才在那邊蓋 然後閒的時候會去那邊 他們會不會太會清潮的 所以現在要 他們覺得要怎麼樣 這個當然就財產權 這個怎麼歸屬的問題 你水源保護區 原來是私有財產 我可以種樹 可以種菜 種什麼 現在這個水源保護 那你不行了 那你不行的話 你變成你私有財產 是轉換為公共財產 對不對 公共財產 公共財產是公共在享用 那當然是享用而只能兩度當然會用 你為什麼不定一套合理的成績制 有的話就是你沒有解決的 所以大家不去朝著說 總沒有去合理解決 今天說 航空總有以P人去抗爭 上次到上個禮拜 我是你也實在不行 那我也要想去 說在那邊開說明 會不知道民眾進去 你開說明那一部長 你還進去 立開的感覺 沒有道理 我如果還在圍內地 我一定是在那邊拖骨他媽 拖骨他媽 你讓他進來有副管劑 他自成家 生命財產 你為什麼不讓他進來 他有道理沒道理 再說 不能剝奪他的權利 我們你現在有萬般 以後兩千五百百公尺來 不用環皮 主管機關同意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要故意 真的 這些透氣 真的要透氣那些 所以你上天派你 貴內口子 換眾子 是不是生氣啊 後腰養名 福利財產的行政院 內衆組的榮委會 環保署 沒有給你 這幾個都關 配心的頭目 真的要透氣 真的要透氣 他透氣那些無能 真的是無能 無能 無能是錯講 這個要供給他 一時一定會好 他不要透氣 是不是我一個生氣 我才會這樣做 國家是大家的 我都認為說 這個整個國家的保護 我們自己要站出來 不是那一批政棍 我們連政客都不聽 都不成功拿政客 沒有這個當政客 是政棍 一隻棍子 政棍 這是惡棍 不是他們可以幫我們做決定的 各位想想 國土這麼嚴重的事情 也許我們這一代影響沒那麼大 因為開花是慢半的 開花也是慢慢來的 但是你想到 你還有後代 你難道真的沒有後代嗎 有嗎 沒有後代就親戚後代 我們不能住宿 這是大家在學校原教書 我都在講這些 講了幾十年 從年輕講到老 講到待進服務都沒有用 所以我這一套東西簽證以後就待進服務 各位如果要想要了解我的言論 我去拿個上我臉書 上Google到處去查從年輕 年輕人就在罵這個政府 在批評 不是所有罵 我跟各位講 我都有儲房 我每次罵我就後面只有建議 有誰不成熟 因為我沒有錢 你沒給我研究經費 我是批評我的紀念 我學理上的難關 對不對 我想沒有給 給我時間給大家討論 如果大家想要問到腦論 你上我臉書 上我部落格 我們隨時都被理會了 我的電話 好像我有留在上面 應該有 我應該有留電話在你 所以基本上 有啦 我最近前面畢業 有很多電信在哪 Email啊 那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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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都沒有命運 我電話都是公開的 我不怕人家來承諾 我不怕人家來承諾 我不怕我趕死 我就直接接受討論 我不怕人家來承諾 我沒有為我 從來沒有勇工 所以 也該讓我休息 所有希望 希望在各位身上 讓我可以休息 好 謝謝 楊老師 精采的現象 有沒有人有問題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晚丟 頂多三個就好了 好 謝謝 楊老師 你好 我想問一下 那個全國特地區域計劃裡面的特地區域計劃 跟原本的那個都市計劃裡面的特地區域 像畫分有種不一樣 我跟你講 那個 我跟你講 中國人比較聰明 比較聰明 他畫分區呢 沒辦法來求求 我們就知道 沒辦法來求求 而且沒有辦法涵蓋 他就會弄一個其他項目 有沒有 我們所有都會有一個其他 他這邊的都市計劃法也好 區計劃也好 他的其他就是特地專用區 區計劃叫特地專用區 都市計劃一樣 叫特地專用區 那就是說你沒辦法歸水道那邊的 你就可以弄 比如說以前的農會 農會複雜的 農會要勾元金融 農會可能是爐兵團體 我們的社會財產 結果現在水的財產 我每次都要講農會 農田水的財 那現在不要睡了啦 這是歷史工業 沒有練習主義這塊問題 太多了 我們的學產地也一樣 教官管了幾百公頃的學產地 但是以前人家辦那個書籍 老先生 教那些漢學那些 那現在都是人家的地方 人家捐出來的地 而且這種地 他們現在比較管的 他們都挖 現在有些後代組織就心不甘 想要要回去啊 跳不回去啊 現在就是歷史那些的想要發展 他們就回到其中的地方 所以就這樣 那這邊的特定區域 你們在講 如果有那個農會區域計劃也有點可能 有點可能 其他呢 它就是說 由這個區域計劃 就是全國區域計劃 主管機關 可是那種沒有 它是協調整合各目的事業級主管機關 涉及有關土地利用 及社區空間區位者 協調他們 協調以後呢 納入到全國區域計劃 所以根本也沒有一個特定區域計劃 會公告實施 沒有那種東西 所以我說那個是虛擬的區域計劃 虛擬的 我那天講 黃漢獎不敢討伐 所以他也知道 他心裡也明白 那個特定區域計劃呢 是一個名稱 全國計劃也變成一個名稱而已 它不是一個法定的計劃 所以真正的法定計劃就只有全國的分現室了 旁邊那邊的就是說 你說你是交通部 你是農務 我也會你試水 因為你涉及到說有空間 土地利用 我就去問你協調 協調你如果不聽我 我會有可能來 協調完以後呢 我就把它納進去了 所以它變成是會子 過去也這樣做 過去也是一樣 過去那個區域計劃 涉及到部門計劃 也都瞬間做好計劃 你把它納進來 人家會這樣復合 只是局部的會這樣復合 所以不要寄望在那個科技區計劃 所以跨域的助理是個大禮 所以連伊東威納島先生 他也看到這段問題 他一直說要大家組織起來 對台灣未來跨域的部分 你對台灣你要走向國際 要推進國際競爭力 你勢必要做跨域的整合 你不能說我這邊要弄一個科學員軍 你那邊要搞一個科學員軍 我這邊六海一空 六海一空就最後什麼都沒有 一空啊 就空啊 這都空啊 我就在講 六海一切都是空啊 這是六海空 自由貿易 自由貿易事外區 自由經濟事外區 類似那個東西 他現在是用特別條例 韓國族有特別條例 用另外一個法令 那你問國族用什麼什麼 我今天沒有提那個特定 那個很有趣的特定 那個用另外一個法令 那你不屈屈啊 用什麼整合呢 所以我練了二十幾個法令 我們法好像是二十六個法 再加上那個可能超過的 差不多三十個法都在規範這塊土地 那你怎麼辦啊 什麼時間來都沒辦法 所以現在都要靠主 如果那個部長想做事 那個行政院長想要做事 他願意負起責任 他還是可以做一個事 他如果不願意的話 你們都沒有 所以我最討厭那種貌勢忠仰 貌勢忠仰 我沒有講什麼 但是我也討厭貌勢忠仰 我真的沒辦法 有點 因為一些希望在年輕人 我希望大家都關心 因為他們常常講 你看我臉書上常常有學生 講話酸酸的 那意思就是說 你年紀那麼大的 你要讓我們來接手 要我放心 你會常常聽到那些流話 但是想說你那麼老啊 你還在管那些事情幹什麼 就這樣 他就說我們到金棺材那天 我要帶金棺材 到我手不能捨 電腦不能擋 嘴巴不能講 我就結束了 大家跟我一起來 我們沒有太多力量 但是你如果關心這塊土地 你會發現 我們真的是希望不大 真的希望不大 因為為你後代 所以這一代為你後代 大家想一想 所有產業跑光了 你現在弄在這處的貿易區 你不能我們是兩個世界 連國民黨都要不能我們畫進界線 開會還要用那個施工你的國民 不受限 連政府都不能我們畫進界線 你還能怎麼樣 所以他大陸現在來的這一些 後面就是服務業 餐館啊 旅館啊 什麼什麼 搶了那個市場 你不開放也不行 不開放也死 不開放也死 不是這樣子嗎 怎麼辦啊 總之要走出困境的 你今天活力還是很強 所以呢 他們一定是一條龍 我們也是要搶一條龍 他來投資賺了錢 他又撥回去了 他留在這邊的 大概繳一點稅 比我們現在台商 例如 寬戶這樣子 去那裡繳一點稅 有人告訴我 台商辦過去的資本 每年創造的國民手 差不多就是當於我們這邊的工作 所以那些錢 如果能夠留在台灣 我們的國民手的就加倍了 總共的總生產 然後我都加倍了 他說我們留不住人家 就是問題在這裡 你現在不能說 我留不住人家讓他去 怎樣弄呢 讓所有寡定都把他鬆綁鬆綁鬆綁 鬆綁鬆綁 那這樣另外一天就能過來毀滅我們 毀滅我們國民 我講到你能聽 但是實際的狀況就這樣 你看現在蓋公共儀館 那個支援堂 那個是港師啊 反正是白 你現在的不管沒底啊 什麼什麼菜有名啊 那個哪裡都是港師 全部都不是啦 賺的錢呢 絕對都回去了 將來如果勞動力再開放 那連創造就業機會也都沒有啦 他們就留待了 只有那些比較低層的用我們 我們也沒辦法 你不開放你就孤立啊 你就死在這裡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聽我教學生就是說 你一定要認清現在的事實 我甚至跟那個幾個系職務講說 我們呢下學期開始 下學期我就退休了 我說要開教北京話的上海 先挑連中語 要教我們的學生 要講道地的北京話 道地的上海話 不然你到上海你去 你那一聽就知道你台灣來的 你怎麼打擊人家社會 我說打個比喻 就是每個人一定要把自己的難度提升 不過我還是關心這個狀況 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說 只有你在選舉的時候才會存勝的那一票 只有那個時候才會存正 平常都講的啦 那一票真的好好投 投給誰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呢 真正要看 不要看錯人 看錯人 你看錯人就是這樣 就這樣 我們現在只能承認看錯人 但是還是希望他很有機會 他一定要看 好好看 大家也支持他 我來講 我還是出出政府啦 這不是跟你講 還是你希望像航空城 現在他們就不能有談 我有很多想法 航空城應該還是做得對的話 還是能一萬兩千入侶 我覺得 一萬兩千入侶 第二個是說 絕對不能在這個台灣過程 錢都被裁判拿走來 你那個錢應該怎麼樣 大家回饋回來幫他一起跟你 那賺錢的產業 應該給全民 全民還要經營 我隨便講一個例子 大家一定有通膽 像ETC ETAC 他現在也沒賺什麼錢 人家經營不好 他沒看你 在營裡 那個 裝那個東西有沒有 那ETAC 射門 這幾十塊會賺 射門 多少賺 那為什麼不全民賺股呢 那數據 數必一定要數據 說不定有來無去 那你為什麼保留一部分全民主義 因為那個絕對要 絕對賺錢嘛 你不可能不賺錢 不可能嘛 那就是說 現在要不要走圍去說 一個人是在發展一些 一定有能反對 但是我是不是講過的 要不要再有一些的 這個政府資本的投資 不是說全部都BOP出去 政府的投資也是全民的投資 政府的投資就是全民的 政府幫忙管理 但是經營可以委託給民間 民間要相有 然後利益是全民的想 我真的現在是在思考這個東西 但是不希望破壞投資 好 OK 我沒有時間 我戰略不到要時間 不然再一個問題 我們就要結束 請問一下 有問題嗎 或是沒有我們就位起來 沒有沒有 我們就 好 那我們今天就再次掌聲 謝謝雅頭掌 謝謝